上期提及銀行提高按揭回憎進一步推動轉案增加 既然平手轉案亦具吸引力 用家若有不同轉案需求 再兼得銀行高回憎及放寬按揭提高轉案乘數兩點推動下 轉案有因已加大 然而 若然銀行估值下跌 若想轉案仍需看看因應現有估值之實質可做按揭金額是否足夠 不過 由於按揭乘數已放寬上條 轉案又或轉案兼套現的水位便提高了 舉例 買家兩年前扣入一個1500萬元支單位 當時於銀行承造五成按揭 現時按揭余額710萬元 物業現值1400萬元 7月7日放寬按揭前 若轉案資金額僅700萬元 基本上仍要多補10萬元才可轉案 現時則可提高按揭乘數至七成 可做按揭金額達980萬元 換言之 用家可考慮平手轉案又或轉案兼套現高達270萬元 要留意的是 轉案兼套現等於加大了按揭金額 用家應計算一下自身供款能力是否足夠 並衡量套現金額的借貸成本 以轉案將原有按揭余額710萬元 增至980萬元計 採25年還款期 現時按息約3.625%為例 每月供款由36,022元增加至49,721元 不過 若然將還款期延長至30年 每月供款則降至約44,693元 約金額用作投資 用家便需衡量回報率是否高於借貸成本 以及相關投資風險 此外 次次放寬按揭成數僅適用於自用物業 出租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則維持不高於五成 由於按揭成數放寬範圍不止於住宅物業 連帶非住宅物業即工商鋪及車位的按揭成數 亦由五成提高至六成 換言之 不少工商鋪的可轉按套現水位亦增加了 以往尤其在2020年8月份第一次放寬非住宅按揭成數前 工商鋪成造按揭成數僅達三成至四成 現時轉按支按揭成數高達六成 即使近年工商鋪物業估值可能已六跌幅 但透過磚頭套現流動資金的機會仍提升了